再來也是要有證據 我們來看到荷蘭當地 他們在訓練 在測試說 自己的坦克車 是不是有這個擊殺非常好的能力 他們做的方式是 在前面排人肉盾排 就看看你坦克車能不能殺得住 殺不住就出人命 這個通常是在汽車廣告上面 你看得到 在尤其電影裡面 你會看到千鈞一法之計 這個車子急速開過來 叮到你前面的時候 啪 停住 通常都在這個位置上面 像拍電影一樣 差一點點這樣 可是我們講的是汽車 大家就能夠接受你知道 問題是如果衝過來是坦克車 我告訴你 怕也怕是 你現在看後面上面所看到 其實在荷蘭 開門快的 你看總共有23個人 站在那個地方 後面坦克車這樣開過來 就被它撞掉了 不好意思 煞車煞住了 好像還不錯 對 這個ABS掛保證的你知道嗎 你會看到大家回頭 你看 嚇死人 我來是一個坦克 就好也沒給我們撞到 你知道嗎 這個是德國他們這個報二坦克 德國報二坦克其實非常有名 你知道嗎 歐洲都已經被視為叫主力戰車 那個畫面在看你是 那個坦克車其實開很快 絕對不是快轉 慢慢開 然後快轉的方式給你 有沒有看到 你看看它這個鋁帶 所揚起的這個程度 然後騎煞車 我覺得它 差一點點又配電你知道嗎 它還是有點宣傳的意味在裡面 沒有錯 可是這個影片其實非常非常的 讓人家覺得印象很深刻你知道 為什麼 因為表示它的這個煞車性能很好 而且速度也很快 可是拿23個人命在那裡 做人肉盾牌 好像也快快你知道嗎 我們剛剛講說德國這個報二坦克 其實現在世界上非常非常知名 你知道嗎 有一個國家我們也要提一下 日本 怎麼了 日本它也覺得說 雖然日本它只有自衛隊 自己本身不能夠擁有軍隊 可是它的國防工業能力也滿強的 你知道嗎 日本說我跟你們說 我們的日本也很厲害 你知道嗎 講到日本大家都覺得說 你可能就是相機 還有這個什麼 汽車很有名對不對 跟軍事有點連不上起來 對 可是我跟你講它就厲害了是什麼 好 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人家在測試什麼 對 他們的104的坦克 它的測試方式也很簡單 它直接在坦克的砲管上面 放了兩杯的紅酒 要看酒杯會不會掉下來 你有聽到一個防守陣嗎 有 這是防車陣 聽起來不要怪怪 但是他就跟你講說 我這個砲塔在旋轉 包含我這個砲 你看 然後這個車體在搖晃的 他們的酒杯擺在砲塔旁邊 有沒有看到完完全全 還要跟你講說 不好意思 我的酒一滴都不會露出來 上面好裝酒 告訴你講說我的防守陣系統 其實不是 防車陣系統 非常非常的好 砲塔再怎麼轉 酒都不會掉下來 汽車廣告也有這個 你記不記得 在那個車子上面 搞了一大堆的這個酒杯 結果開了上面水也不會露這樣 結果日本講說 我們技術很厲害 我跟你講德國 這時候也跳出來 真正厲害在德國是不是 對 我們剛剛講是 德國的砲塔坦克 跟你講說是什麼 是測試它的煞車 這個自動力對不對 現在跟你放什麼 德國有名的叫做啤酒 來 有看到嗎 看好你有沒有看到 你講說你在 那個靜止的裝在裡頭 那個砲管有什麼了不起 我們德國的更厲害的是 行進間 有看到對不對 秘乳都沒跟你噴出來 上面的白砲都還在 這個很厲害 它的砲管是穩定的 下面的車體是會移動的 沒錯 那個地形是高高低在跑 其實它原理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用一個陀螺儀 然後用陀螺儀去測 你這個所謂的角度的變化 然後再用這個所謂的電子 或者是儀器的方式去幫你修正 可是你可以看到 暴熱的那個速度 其實還滿快的你知道嗎 所以德國人用這樣的一個影片 而且這不是最近拍的 這很早之前人就開始去 你知道 所以他就跟你講說 我們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防震的能力也很好 你日本的這個只是靜止間 我們是移動間的拍給你看 可是要講這個 就一定要講到俄羅斯 還有壓軸的 俄羅斯也很厲害 這個坦克系列嗎 有看到嗎 飛起來了 有沒有看過俄羅斯的坦克會飛起來 過這個小山後 其實都沒有什麼你知道 這個是俄羅斯的T90這個坦克 他也要測試他的坦克系列 有沒有看到這個更厲害 他還可以入水 整個進到水裡面 只有砲管在上面 你知道坦克車其實有點難度 我以前在這個砲兵部隊 你知道你帶車輛要過水的時候 你一定要塗上厚厚的黃油 你的這個 因為你如果不塗黃油 水進去就整個拔掉了你知道 有沒有看到 慢慢就在整台車 整台進去了 整台車把你進去 他不怕報銷嗎 當呼吸口這樣子 直接就這樣開給你看 而且他不是沉進去了 他還在下面繼續行駛 慢慢走到另外一邊的時候 我跟你講你現在仔細看 畫面上面他慢慢這樣 有沒有像以前我們看到的 日本忍者有沒有 拿著一個呼吸管 他不是 他就直接這樣 就出來了 他人在裡面不會淹水嗎 不然你當作現在是遙控車的 他的防水的防水性也非常非常 而且重點是什麼你知道嗎 事實上包含他整個呼吸的那個狀況 其實你可以看到 他其實做的都非常非常的棒 這個俄羅斯也會跟你講說 我們的也很厲害 所以各國大概都在很努力的研發 就是說他們自己的所謂的軍事武力 跟軍事的裝備 像看看我們台灣這邊 那就看我們的國防部 怎麼樣去做好這塊的規劃